一盆花的個子比較矮小 比較矮小的話 通常我們會做四面欣賞 那尤其如果你是放在矮的客廳桌 那可能前後都會顧到 那如果是高的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單面欣賞 因為高的花怕撞倒 所以可能會放在 門走進去那個玄關 後面是牆壁 那背後可能就沒有花 那如果是矮的花可以做 前後都可以觀賞 甚至360度 那就前面的花跟後面的花 然後大家過去一趟 好 接下來用的這個材料叫做乒乓菇 它也是一個在過年的時候 很多民眾都很喜歡的一個材料 因為它是比較像圓球一樣 像金庞球 圓圓的 那它有粉紅色 然後比較紫紅色 黃色 然後還有暗紅色 其實現在的顏色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元化 走一趟花室啊 可能你們會看到各式各樣的花材 看到眼花撩亂 那其實就選定喜歡的色系去做搭配 不要看到就心動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買 那像那一盆 就是走紅橘色 這一盆就是粉色帶一點紫色 然後再加一點藍色 顏色不要超過五種 超過五種就 不像電子包車 五鹽六色 真的很熱鬧 今天選用的花材都是可以賣非常久 大概一週甚至兩週的材料 所以你們也可以 在那邊